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歡迎來到夢遊地球 今次我從香港飛去西西利島 去搭土耳其航空的飛機 他們的搭配方法都不錯 包一件30公斤的機衝行李 一件10公斤的Carrion 和一件限重不限size的personal item 所以我戴著自己的backpack 當作是personal item 亦沒有超過那個size的 既然這麼遠飛過來 當然要用盡行李的重量和size 我帶了很多很多食品過來 因為我男朋友雖然是外國人 但他很喜歡吃中式港式的食物 所以我多帶一些煮食材料和用具過來 就可以煮食了 另外很多電器用品在這裡買 其實都會比較貴 因為意大利的稅是很重的 買同一樣東西 譬如你在英國買和在這裡買 因為稅收的問題 寧願在eBay、網上購物 在英國再購買 也比在這裡買便宜 本來我拍了三條開箱的影片 兩條是開大箱 一條是開小箱 誰知道後來很後期才發現 原來第二、第三條影片是沒有了 真的是技術問題 我都沒有辦法了 只可以讓大家看到第一條影片 還有很多東西是沒有在第一條影片裡展示出來的 我唯有口述 一件事可以說出來 帶了些什麼 不過可能就會比較悶 真的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看看第一條影片 開大箱的其中半邊帶了些什麼過來 先開箱 我有兩個行李的 鹽瓶 裡面是沒有鹽的 只有Rosemary 因為我想盡用空間帶些Rosemary過來 鹽在這裡有很多油平 所以就不帶了 這支包得緊的麻油 好啊 在這裡買一些 這些煮食的東西 很難找 找到也很貴 所以就自己帶了 這支包是什麼 哦 這支包是 有一個充電器 在現在家具買的 裡面有 好 買了一匹小的電芯 即是3A 一匹兩個A 就在裡面 還有一個燈淡 一會兒就會看到燈 還有一個 現在家具買很便宜很便宜的小鐘仔 一個新的大指甲鉗 是給我男人用的 好 帶了一些什麼 化妝用的東西 色妝用的東西 毛筆膏 因為這裡 春夏季都會有蚊 我們都夜蚊 所以就帶了 喜寮陀 如果撞了 的話可以擦一下 好了 這個 了 很多東西我都拆了盒 才放進去 省點重量和空間 咖喱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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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拆了盒 是鐵觀音茶葉 然後 中藥材應該很難找 那我就買了牛港茶 就可以自己沖泥喝 解一下肝毒 三隻 MUJI買了兩雙 現在我穿著一雙 一大一小 這雙是XL 就是我男人的尺寸 買兩雙有八折 所以買了兩雙 接著 麥 在 迪卡龍買的幾雙 男人的 也是 Shea Butter 乳木果汁 自己擦皮膚 爆擦眼 和擦嘴唇 也可以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重 這個很重 這個 椰奶 一匹六包 在這裏買是超級貴的 所以 決定了 無論如何都要帶過來 就可以做 椰汁糕 椰汁西米露 先看看這個 嘩 椰馬牌的小小暖風機 試試去廁所 還未安裝好熱水爐 我們是要自己煮熱水洗澡的 現在天氣還很冷 有個暖風機 在廁所就好一點 是適合放在浴室的 這個模特兒 放在這邊 刨刨 可以刨芝士 刨其他食物 迷你的鍋 它是兩用的 有一個烤板 剛巧我娘說想烤茄子 它很久沒有吃過烤茄子 這樣就適合了 又可以打一下Bino 我朋友給的一塊 黑金色的布 這樣就適合它 可以放在工廠裡面 掛起來 因為工廠裡面很多款布 掛在牆上 然後一些食具 也是直膠的 然後就耐熱 來用 這枝很重要 是豉油 買了一枝有機的豉油 很重要很重要 在這裡買很貴 上次來到也捨不得買 麵粉棍 很重要 之前用來 想找一條棍子 用來做餃子 找不到 這樣就鎖成自己帶了 然後還有 很多 自己做的蕃茄 洗髮的 洗髮的 洗碗的 全部帶了過來 這一瓶還要打開來 還沒放好 還有朋友送給我的 冰當口罩 帶了過來 其實這邊已經不用戴口罩了 在戶外 還有帶了幾支精油 因為自己都很喜歡聞這些味 全部都是花香的味道 我喜歡 然後帶了兩個現在傢俱的環保袋 所以就方便去買菜用了 大家看完剛剛開箱的影片 覺得我帶過來的東西 是不是很好笑呢 是不是覺得很無聊 為什麼這麼日常 在香港看到的東西 都要帶過來呢 其實在西西里島這邊 真的很不同 很多材料 很多電器用品 你在這裡是找不到 就算找到 也會很貴的 所以我就寧願 辛苦一點 重一點 也要拖過來這裡 沒有了的第二和第三條影片 我就現在 用口術的形式 去告訴大家 可能會比較悶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魚膠粉 紫菜 木薯粉 尖米粉 澄麵 澄麵 醬汁 是李金記的一包包的醬汁 乾的上海麵 冬菇 蝦米 粉絲 花椒八角 羅漢果 西米 綠豆 紅豆 胎菊 齋雞粒 還有這個 金奇異果 因為它從來 沒有吃過金奇異果 所以我就買過 給它試一下 也很幸運 帶到過來 沒有穿沒有爛 還可以多吃幾天 才吃 齋雞粒 是它去年 還是前年的時候 應該是前年 我是給它試 它也很喜歡吃 所以我買了一磅雞粒過來 還有其他東西 例如是這個 按摩窗 還有現在網紅 喜歡用的 Tripod 但大家千萬不要叫我做網紅 我都很抗拒這個名 Panasonic的電鬚跑 手動的鼻毛剪 還有熱結鑊 煎餅 毛巾 電風扇 筷子幾對 還有一對長筷子 我流浪的時候 都是自己幫自己剪頭髮的 那我那個 前面的瀏海 久不久就要剪的了 但我是沒有帶著 剪刀在身的 正常 你是上不了飛機 所以我就 問Hostel 如果有了 就多數會給我 文具用的 剪刀 我用的 又或者沒有的 我就看看有沒有廚房剪刀 當然我會擦乾淨才用 我還帶了幾件碗碟過來 有三件都是日式設計和日本製造 我真的非常喜歡 另外還有一件就是一隻公雞的碟 都有中式的風味在裡面 所以我就帶過來 得意在去買這些碗碟的時候 店主是用我們香港的報紙去包 桌上有一大大報紙 就是用來包這些瓷器的 全部都是風月版來的 後來我就決定不拆那個包裝 直接用多一點泡泡包著它 放在10kg的 行李帶過來 過到來之後 最重要的當然是讓她看看 究竟香港的風月版是怎樣 我們就說了一些 程式上 就是大家中西文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不過內容就不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了 一個韓式三格的小盤 就可以放不同的調味料 精架 不鏽鋼 小碟 小碟 削皮刀 刮刀 風筒 懶人床 懶人床 懶人床真的很重要 在現在傢伙買了這張 觸製懶人床 非常之好用 桌燈 罐頭刀 毛毽仔 新年的老虎裝飾 流豆 洗衣網 蠻筋盒 廚房剪 拿水架 掛物架 壽司石 涼杯 用足做的衣夾 打蛋器 蒸架 拖板 電子磅 洗碗的海綿 基本上就是 這麼多 而至於我平日日常用品 當我流浪的時候 那個背包裡面的必需品 我是沒有在這裡說的 因為那個我就要留在另外一個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是怎樣去收拾一個背包的 一年都可以用同一個背包 基本上都不用補給什麼 有齊一年四季所需的物品 在裡面 而且大概重量都是七至八公斤 這樣就可以拿上飛機 不需要另外加錢 要紀創成 就可以做到最節省 多謝大家看這條開箱片 如果你想繼續追蹤我的行蹤 我之前去過哪裏 我接下來去哪裏 和我的日常生活的話 都歡迎你去追蹤我的 這個Youtube頻道 按一按訂閱 開啟響鈴 還有LIKE 還有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看文字 或者需要一些攻略 一些資訊的話 也都歡迎你去看我的Vlog 我的Vlog 在Facebook裡面找到的 就叫做夢遊地球 跟這個Youtube頻道是同一個名字 下次再見 拜拜